第九百六十集 亲子鉴定 真的不需要我陪你去 一大早 杜曼学起来将莫小鱼的衣服重新熨烫了一遍 服侍他穿好之后问道 哎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你去干嘛 再说了 他也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事 你和可欣姐都不要向外说这事 我觉得吧 无论是不是 做个鉴定也没什么不好的 再说了 我原本打算用北京那笔钱做房地产的 但是现在出了意外 那笔钱没了 要是能和杨帆搞好关系 从杨带款也是一条路啊 莫小鱼说道 你还是不要先想得那么远了 还是先把眼前的事处理完再说吧 杜曼学替他挣了挣领带说道 莫小鱼笑笑 在他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 开车出了门 先去画廊拿上了那幅画 莫小鱼看得出来 那个男人在杨帆的心里很重要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年一直珍藏着那张黑白照片了 莫小鱼就拿着这幅画作为敲门砖了 说不定啊 真能搭上杨帆这条线 一回生两回熟吗 怎么还不来 他不会是反悔了吧 谢家人看了看手表 旁边站着的就是杨帆 这都过了五分钟了 还没到 应该不会 可能是路上堵车了吧 这个点正是高峰期呢 杨帆说道 既然是约了人 就该早点来 难道他不知道高峰期啊 谢家人依旧是不满地说道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多话呀 你要是等不及就先走吧 我又没让你来 杨帆也生气了 此时 一辆沃尔沃使进了停车场 杨帆远远地就看到了 这就是昨天莫小鱼开的那辆车 那不是来了吗 杨帆对撅嘴生气的谢家人说道 哎呦 还挺有钱的 居然开这么好的车 这车得一百万吧 谢家人说道 杨帆没理会女儿的品头论足 慢慢地向前走了几步 莫小鱼则是下了车 直接小跑着过来的 杨航长 实在不好意思啊 昨天晚上赶着了一幅画 早晨去了画廊一趟 来晚了 这是送给您的 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莫小鱼把手中的画递了过去 谢谢 我也是刚刚到 这是我的女儿谢家人 家人 这是莫先生 莫小鱼朝着谢家人点点头 你好 你好 莫先生的画现在卖多少钱一张啊 都买得起这么好的车了 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画家了 谢家人还想打击一下莫小鱼的气焰 因为他有点吃醋了 这还不一定是自己哥哥呢 看看妈妈那紧张的样子 实在让他感觉到不舒服 首先我纠正一下啊 画不是论张卖的 是论尺卖的 一瓶尺多少钱 另外呢 那是我朋友的车 不是我的 莫小鱼说道 这也没什么可丢人的 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不是就不是 荣辱不惊 这个杨帆对莫小鱼的为人啊 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免礼藏针 刚柔并记 其实啊 做鉴定这事 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登个记 填个表 交上钱 然后抽血 就这么简单 剩下的 就是等待了 医生 这个结果 多长时间可以出来啊 杨帆抽血的时候问道 啊 看你要快的 还是要慢的 如果要加急的话 八个小时就可以出结果啊 医生说道 我们要加急的 快的 杨帆马上说道 因为这一生都在等待 他实在是没有心情再等下去了 说完 看向莫小鱼 莫小鱼点点头 没说话 出了医院的大门 莫小鱼说自己还有一些事要做 所以呢 就先行告辞了 莫先生 那我们下午在这里再见面 一起来拿结果 好吗 杨帆问道 好啊 我下午再过来 杨航长 不用担心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您一定能找到您儿子的 莫小鱼说道 这说好话又不要钱 但是呢 很多人却吝啬着不要钱的东西 能损人就损人 语言上得罪人是最难抚平的伤痕 因为那是出自你的心理 莫小鱼开车离开了 杨帆呢 今天请了假 专门就是做这事 然后呢 谢家人开车将母亲送回了家里 妈 这幅画放哪啊 也不知道画的什么东西 我能看看吗 谢家人问道 此时啊 杨帆去了厕所 答应让谢家人可以看 也没当回事 但是出了厕所之后啊 发现谢家人呆呆地站在了客厅里 而他的面前就是莫小鱼送的那幅画 还是临时挂在了门上的 因为墙上没有可以悬挂的地方 此时杨帆走向那幅画 难难自语 妈 妈 你没事吧 谢家人问道 像 太像了 家人 你看出来了吗 这个人是不是和莫先生很像啊 杨帆问道 嗯 是挺像的 没想到他画的还可以啊 能美人画的这么传神 实在是不可多得呀 谢家人说道 最重要的是 这张照片他昨天就看了那么一眼 你对一下 是不是和照片上的人更像啊 杨帆问道 嗯 的确是这样 画的还真挺像的 谢家人说道 杨帆坐回了沙发上 看着挂在门上的话 仿佛就是那个人站在自己面前 他消失了二十多年 一点音讯都没有 而他也不知道 自己还给他生了个孩子 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妈 您没事吧 看着母亲有点吃了的样子 谢家人很担心地问道 没事 我没事 把这幅画挂到我的书房里去吧 我累了 想休息一下 杨帆说道 墨小于此时又回到了画室 汤要趁着现在没事啊 多画几幅画 他从梅云云那里 为蒙秋娜借了好几套旗袍 虽然有的不是很合身 但是墨小于在笔法上 减一点或者加一点就可以了 老板 这一身行吗 蒙秋娜换好了一身旗袍 走了出来问道 墨小于点点头 示意他坐下 旁边站着姬圣洁 他的眼睛贪婪地 在蒙秋娜身上缩寻着 看到蒙秋娜都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摆姿势了 但是当着老板的面 又不好骂他 只能是白了他一眼 心想啊 这啥时候老板 能有这样看自己的眼神就好了 但是再看着墨小于 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实在让自己觉得很失败